没错 特别的可爱的感觉 今天我想推荐的新歌就是AB6的Cherry 这首歌是他们这次带来的正规二集的Mole Complete里的主打歌 Cherry MV中的整体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和整首歌欢乐的氛围特别的搭 MV里的校服和西装的搭配也特别的可爱 为了这次回归 成员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专辑上 李大辉就参与了主打歌Cherry的创作 朴宥震也参与了作词 专辑里还收录了成员们自创的歌曲 像是田雄所制作的Of the Record 跟金东贤制作的三等等 而且我超级喜欢他们校服搭配眼镜的造型 根本就是幻想中帅气的学长应该有的样子 然后他自己打了个口号 说当然现实中是遇不到的 最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Cherry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 他这次很多成员都有参与到他们的专辑的创作当中 他们一出道定位就是一个创作型的爱动 所以包括这个李大辉是他们这些成员里边势头最猛的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进步的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他就是拿到这首歌 他想做一个主打歌 他就想把一些小巧玲珑可爱的东西 融到这首歌里 然后他就 就是我想这么做 他就可以这么做 就是他只要有了灵感 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融到这个歌里头 然后整首歌的一个氛围也非常符合他的一个预期 真的你这么一说 我就一下勾起我的好奇心 我真的一会儿我真的结束之后会想去听他们这首歌 要去拜托一下 真的真的 那除了主打歌之外的其他歌曲呢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其他歌曲里边包括李大辉其实有尝试了一首 就是自己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就是一种拉丁流行曲的这种风格的一首歌 叫做Done for you OK 坤哥也可以待会儿回去查一下 我真的想一会儿可以听听一下 然后包括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的金东贤 还有田雄他们参与的歌 然后另外一个成员朴又镇 他也是负责了一个舞台的设计 就舞蹈啊 还有他的一个rap的部分也都是他有参与 所以他们分工明确 然后各司其职 然后最后把一首非常完整的非常优秀的一首歌拿出来 就觉得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 对 那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里面有个怎样的含义呢 AB6 AB6 他们本来的含义是Absolute 6的意思 就是他们本来是刚出道的时候是有五个人的 但是呢 他们这个成员里面并没有AB型血腥 也不是六个人 那这个第六个人是谁呢 其实就是粉丝朋友们 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跟粉丝朋友们在一起的情况下 他们才是一个完整体 是这样的意思 对对对 他们才能更上一层楼 OK OK 好那下面就来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AB6的Cher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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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